20国集团外长会期间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与美国务卿布林肯的会见 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近日美国务院一名不具名的官员 对媒体吹风时称 美中两国外长会晤的关键目标之一 是要加固两国关系的护栏 为中美关系注入稳定性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美关系的护栏 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美国人一直在说护栏 中美关系的护栏 就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美两国关系只能搞好 不能搞坏 双方应该秉持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原则 推动两国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美方应该做的 美方应该做的是 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和向中方做出的承诺 美方应该做出的承诺 美方应该做出的承诺